器材啊对我们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我 我超紧张 我觉得他一直觉得很轻薄 因为我那时候看到活动 然后就觉得对啊女生也可以求婚啊为什么不行 然后因为就是我男朋友是很木讷 然后就是不懂得浪漫不知道怎么做的 然后我就想说那他也要跟我求婚啊 那我先求给他看好了 嗨大雄 还记得去年1月13日我们在餐厅的第一次见面 你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如相亲般的自我介绍 但也是因为你的憨执与诚恳 让我对你一见钟情 谢谢你每天不辞心脑的在我上下班 谢谢你常常陪我打文案工作到三更半夜 谢谢你扮演着家庭主夫的角色 让我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安排工作 你付出的一切我一直以来都紧记在心 那次我们充满旅行 你说出了要买伴手仪给我家人时 我就决定跟帝女婢一辈子了 今天是2023年的2月9日 我们在一起的第392天 此后是我每晚睡前最后一位说话的人 每天醒来第一眼看到的人也是你 所以我们结婚吧 所以你是知道他走出来的那一刻才发现要被求婚 还是影验出来的事吗 从做下来开始觉得说这个企划好像 企划好像怪怪的 一群人围着看你吃饭 然后就这样可以这样真的可以吗 这一次的求婚企划当中 艾普莫挑选的这一款戒指 设计当中是以螺旋不间断的线条 也象征的是我们的男女主角两人 永智不渝的爱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男戒的线条 非常简单的大方 就像是我们女主角对男生的印象 就是单纯跟善良 女孩勇敢追爱 我们是计划明年初要结婚 我求婚要什么什么等级的哦 如果是什么的那我不要哦 那都不ęt看我 好 好 好